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在接受獨家採訪時指出 隨著世界領導人推動制止俄羅斯在烏克蘭發動的侵略戰爭 北京當局必須與華盛頓和其盟友保持一致 否則美國須對中共政權採取強硬態度對其施加制裁 蓬佩奧對華盛頓檢察官表示 美國需要要求對俄羅斯實施全面的能源禁運 不僅對西方盟友 而且也要針對北京 他建議華盛頓應該準備好採取行動來支持這些要求 以阻止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向俄羅斯總統普京拋出經濟的救命稻草 在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軍事入侵襲擊中 制裁已成為美國選擇的國家安全政策 美國和跨大西洋領導人試圖在經濟上削弱 莫斯科以應對普京的戰爭 但俄羅斯與中共當局的關係 在入侵開始前不久鞏固為無限制的合作夥伴 這很可能會削弱西方制裁政策的影響 去年 石油和天然氣收入幾乎佔了 莫斯科聯邦預算的一半 而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費國 俄羅斯是其最大的原油和天然氣供應國 這位前川普政府官員表示 西方對俄羅斯的禁運不足以懲罰 莫斯科對烏克蘭的野蠻攻擊 包括北京當局在內的其他國家也必須做出同樣的承諾 蓬佩奧表示 如果其他國家不想要遵守這些制裁計劃 美國必須有意願對他們的經濟進行二次制裁 這是拜登政府至今為止沒有認可的重要一步 習近平將尊重美國採取的行動 蓬佩奧說 我們正在告訴歐洲人 我們正在告訴世界各地的朋友 不要消費俄國的能源 我們需要確保中國也被要求做同樣的事情 儘管拜登警告北京向俄羅斯提供密資支持的後果 但美國並未表示是否打算 對繼續與俄羅斯開展業務的國家實施二級制裁 蓬佩奧在美國繁榮聯盟活動中呼籲重申部署美中關係之前發表上述評論 該聯盟是一個有影響力的兩黨貿易協會 致力於促進美國的製造業 在向美國商界領袖、共和黨議員、 前川普官員和其他客人發表講話時 蓬佩奧將矛頭指向拜登政府不願意與北京撤團經濟聯繫 還訴美國與中國關係的努力 在前總統川普的領導下開始加速 並在拜登執政期間繼續進行 二十一年前 四分之三的美國國會眾議院的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一起投票 決定延長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係的地位 蓬佩奧這位共和黨前美國國務卿表示 中國不應該再獲得最惠國待遇系常識 如果實施的話 這一重大政策通過將北京的貿易地位恢復到1980年前的水平 從而會大大提高每年從中國進口的超過5萬億商品的關稅 與中共的這場鬥爭已經來到我們國門內 蓬佩奧說 他斥責美國幾十年來對中政策 這些政策從半個多世紀前前美國總統 李查德·尼克遜的國家安全顧問 亨利·基辛格抵達北京 然後就是尼克遜本人開始 基辛格的理論是 在俄羅斯軍隊撤出烏克蘭首都基庫周圍的戰場之後 基庫郊區布查鎮的400多名烏克蘭平民被酷刑折磨、處決 以及被英俊聯藏干的大屠殺暴行被曝光 這個鎗人聽聞的事件震驚了世界領導人 除了他們要進一步追究俄羅斯被指控的戰爭罪行之外 拜登和跨大西洋領導人則宣布了新格更重的制裁予以回應 中共當局在烏克蘭戰爭中一直拒絕將責任歸咎於俄羅斯 而即使出現了布查大屠殺暴行和殺平民的多起事件之後 北京仍然一直拒絕譴責俄羅斯 反而是千方百計為其辯解 仍然要提供事實 中共大使將軍在聯合國安理會會議上表示 需要對布查這起令人心感不安的殺暴事件進行調查 然而對於俄羅斯的責任則隻字不提 拜登政府高級官員曾經表示 北京在這場衝突中面臨國際聲譽風險 馮佩奧的繼任者、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上月宣布 中國已經站在歷史錯誤的一邊 馮佩奧迫斥了中共當局會提供很大幫助的想法 在烏克蘭的這場衝突中 中國不會做任何不利的事情 馮佩奧說 如果有的話 他會嘗試找到一個可以玩轉雙方的地方 馮佩奧譴責北京在殺害烏克蘭孩子的同事 為俄羅斯政府背書 美國情報部門上一個月報告稱 中共方面很愉快地收到了莫斯科的援助請求 包括彈藥、監視設備和戰地物資 馮佩奧說 習近平一次都沒有到過去是會員之一的聯合國安理會 要求普京放下武器系統並從烏克蘭撤出 我不認為這會發生 儘管如此 這位美國前國務卿表示 拜登上個月在近兩個小時的電話中與習近平交談 並沒有錯 據當時的一位拜登政府的高級官員稱 這位美國領導人警告習近平 某些行動的影響 談話從來都不是錯誤的 馮佩奧說 但是他強調 美國不應該只是依靠言語 美國懲罰的威懾令中國市場感到不安 習近平警告拜登 如果這些情況進一步升級 供應鏈將中斷 這位中國國家領導人似乎暗示 美國可能會因為針對俄羅斯的貿易夥伴 而面臨經濟後果 然而這些正是敦促美國 將供應鏈從中國轉移出去的 美國商界領袖和立法者 已經傾向於發出的警告 中國政府已經決定成為我們的對手 他們竊取了我們的工作 他們竊取了我們的技術 他們做出了可怕的侵犯人權行為 美國佛羅里達州共和黨聯邦參議員 克里斯科特說 所以就像我們必須與俄羅斯脫鉤一樣 我們也必須對中國做出同樣的事情 脫鉤 上海疫情大爆發 封城持續超過兩個星期 市民缺衣小量 讓成很多人道災難 4月11日上海部分小區封控政策放寬 市委書記李強前往視察 未料他未前往佈置好群眾演員的小區考察 而是去了對面小區 該小區居民看到書記來了 紛紛上前抱怨 憤怒指責 4月11日上海市委書記李強到政安區社區視察 結果疑似他臨時決定搜索原定計劃外的社區 根據傳出的視頻內容 李強等地方官員隔著小區大門的遺難 與一名坐在輪椅的白髮婦女和另外兩名婦女交談 坐輪椅的老人疑似大聲指責 抱怨風控導致的管理混亂 物資跪伐 居民難以接受生活上的種種限制 之後一名牽著狗的大媽突然出現在視頻中 他左手指著李強 痛批說我們是痛心疾首 你們有罪於國家 愧對鮮烈 愧對天地 維安人員等則不斷要求聚集 以及逼近李強的居民散開 在一分多鐘的視頻中 李強遭到指責後 不斷點頭 未做出回應 但有爆料指出 11日當晚 有大量物資被送到該小區 看來反饋有效 從視頻可以看到 不少居民穿著睡衣 有網友爆料稱 該小區根本沒有人感染他被封鎖 不少居民沒有食物 聽說李強來了都紛紛衝下樓 詢問他為何官方物資沒有送到 微信朋友圈內有截圖傳出 稱李強當日本計劃去一個小區視察 當地官員還安排了群眾演員 有網友稱自己就被安排了 要表現出居民自由自在的美好生活 帶李強臨時改變主意 到對面小區了解實情 網民透露 在前一天 當地官員組織被視察場所已經進行彩排 被視察的方艙醫院被要求練習再歌再舞 而被視察社區居民被要求扮演不同角色及李強等表演居民們的寬鬆美好生活 有些甚至被要求下樓的根本就不可能有的快遞 社區還提前發了雞蛋、三文魚、南極川崖魚扒、水果等物資 但是李強一個轉念將這個美好的安排給打破了 與此同時 中共黨媒連日來繼續宣揚動態清零政策的不可動搖 稱習近平總書記親自指揮部署疫情防控工作 確定動態清零總方針 說防疫寧可十防九空 說不可失防萬一 《華爾街日報》11日發表評論文章指出 上海Omicron疫情讓習近平陷入兩難 但是這種難卻顯然只是官家的苦 老百姓致視對習近平各種紙桑罵 而中共最高層之間似乎也已經產生了分裂 俄羅斯自2月24日入侵烏克蘭之後 與一些國家之間的外交關係相當緊張 據法國外交部表示 法國內部安全總局發現有6位俄羅斯情報人員以假證外交活動 來掩護於法國境內從事間諜行動 目前該6人已經遭法國驅逐出境 根據外媒報導指出 法國外交部表示 法國內部安全總局在4月10日揭露了俄國情報部門於法國領土展開秘密行動 有6位俄羅斯情報人員利用外交官身份於法國境內從事間諜活動 已經違背了法國國家利益 法國外交部稱 這6名俄羅斯外交官已經被列為不受歡迎人物而遭到驅逐出境 在俄國駐法大使缺席之情況下 駐法大使館人員被傳換至外交部 來瞭解事發經過 法國內政部長達馬南在推特上表示 法國國安幹員對俄國的秘密網絡造成阻礙 這些俄羅斯間諜的作為 已經違背了法國的國家利益 該非真的假設因此自己缺席 Jeez 份屬於俄羅斯外交官 一起著重受 sorcer合網絡 法國內政部長